穿淺色上衣的男子在超商前走来走去 看起来没什么异状 结果没多久后竟然有警察到场男人 被远警团团包围还一脸茫然 还在担心槟榔摊生意怎么办 但警察一点都不敢大意 因为获报这男子腰迹上插了一把枪 就怕擦枪走火得要好好插个清楚 当时这名男子就是把枪插在腰迹上 在现场不停的徘徊 那可以看到这边其实人车不少 而且一旁又是体育场 所以路过的民众疑似怕有安全的疑虑 才会赶紧报警 案件发生在21号的晚上5点多 CV市板桥52岁的成姓男子 大啦啦的带着一把枪逛大街被逮后 远警发现这把枪是空气枪 还从他身上搜出一袋钢珠 诚信男子说空气枪从文具店买的 单纯只是因为好玩 不知道枪插在腰迹已经违法 过去曾经有法规规范 玩具枪的外观前端 应该要用其他颜色作为区分 不过早在民国91年就已经废除 如今无故携带玩具枪 在公共场合佩戴靶玩 造成民众恐慌 这会被一社违法法办 这回尽管这把枪没有杀伤力 但看看这外观一般人 怎能分辨到底是真是假 任谁看到心里难免害怕 好玩过了头 这下踢到铁板 TVBS新闻忘记任务心燕 请北市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